各位 今儿您核酸了吗 酸了 要说做核酸检测 除了为健康之外 还出了一个大事 真是稀奇 稀奇 真稀奇 家窍才死大公鸡 河南一位七十多岁的大娘 通过核酸检测 竟然找到了已经失踪五年的儿子 累不累 奶奶 累啊 我奶奶也是 晕不晕车啊 我吃了有那个晕车 有有晕车 年过七十的老母亲 坐三个多小时车 到了河南郑州 就为了找自己失联五年的儿子 前两天 当地某社区的工作人员跟他联系 说通过核酸检测 发现了大娘儿子王玉东的线索 而且就在他们管辖的社区 现在已经拍了他电话了 要不我给他打个电话 看他在哪 打电话拍的 你脸也不能接 没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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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事办到这一步可糟心了 这么着急还无人接听 不过话说回来 有个事大家肯定都好奇 这么大个人 当初咋就撇下家人 把自己藏起来了呢 他上边的上边的他想工的时候 他辞职了 辞职了他说去找边的 找的没有的 娘早上他问一下会换电话号码 不跟家里人联系啊 从一年打电话 我记得打电话还通 都没人接 到二年都电话都不通了 走的时候有没有吵架啊 在家里没有 第一年的时候 丢的那一年刚刚还要钱 最后都不要了 都先别感慨 当初为啥离开 就在这突然之间 大尿儿子王玉东的电话 打回来了 喂 王玉东 喂 你好 我二道街社区的 七号还是几号 还有十六号的时候 在我们那儿 这个解放路交桥底下 不是做核酸吗 对啊 老公人 对啊 你现在在哪儿 在那个楼下边 你看能不能 现在来社区一趟呀 嗯 什么事啊 嗯 就是有点核酸的问题 想跟你那个茶 说一下 该说不说 社区这电话沟通挺异种 真要说实话 这人万一再藏起来 可就不好办了 大概过了二十分钟 切勋老妈 苦苦寻找了五年的儿子 终于出现了 这人是儿型千里母丹幽 母型千里儿不愁啊 不知道过去有多少仇 这把回来好好交流 生活总有万般无奈 也别离家说走就走 这事咱们说得很短 其实咱们的河南同行 一路帮忙找儿子这个过程 那是相当曲折的 先说这家人 大姐说得对 吃钱亏上钱当 最后死在闲身上 钱为人用无需多 人为钱忙白忙活 我觉得大娘的儿子 从根上那是脸的原因 要面 再一个咱说心里话 有点做事没撇了 干啥呀 那考不考虑家人 老妈啥的呀 据说这五年 他也是四处流浪 居无定所 本想着挣大钱 然后再回家孝敬父母 哪疼想 还让妈妈担心了 这也是惯的 就在大娘儿子离家出走的第二年 老伴一鼓急火 爆汗离世 你说这不作吗 你说你遗憾吗 既然回家了 好好地计划一下未来吧 很多人都想知道 说大娘是咋想到 用核酸检测找儿子这招呢 这事需要关键的一步 就是你得知道 走失家人的身份证号 你按照这个 在检测系统里面去查找 再加上之前家人报过警 所以说这才有了 一步一步查找的希望 有心了有心了